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23号白天开始冷气团减弱 气温将会逐步的回升 而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19到22度 不过中央气象局也针对花莲县的山区 发布了大雨特报 还请当地的民众要特别注意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23日白天开始冷气团减弱 气温将会回升 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19至22度 不过东半部山区仍有降雨的几率 感受较为湿凉 建议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这一周的天气大概目前看起来就是2324 天气还会一些比较不稳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曲线 是开始慢慢的往上升 尤其我们刚才看到整个在25号以后 吹的风向是一个南风 南风吹起来代表就是温度会开始升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5号开始 高温持续的一直在飙升 然后最高大概到27、8度的一个情形 然后夜间的温度基本上也不会太过于低 大概都20到22度之间 所以基本上未来几天的天气会越来越好 不过基本上因为在吹东南风或是南风的时候 我们在花林这边还是有一些地方 会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 地形的地方的短暂雨 所以基本上雨不会太多啦 不过某些地方还是要注意一下 你那边可能会下雨的时候啊 可能还是要细带一下雨距 由于降雨趋于缓和 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 中央气象局也解除大雨特曝 24日下半天起至28日 恢复为青石多云稳定的天气 东半部而有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 民众随时留意温差变化 接着讲帮演黄联士报导